欢迎新来的宝贝们 然后那个 我看看啊 下面我们干点什么呢 这样吧 我给大家讲一个绷豆哥哥的事 绷豆哥哥你敢不敢呢 你要是在那打了一 然后让我看见你在 现在刷铃铛没用啊 谢谢谢谢一望哥哥 绷豆哥哥你出来 你打个一 嗯 带不带 绷豆哥哥不知道干什么去 估计又痛苦那个充值那个东西 刚才充错了 带呀 好 我给大家讲一下一个绷豆哥哥的事 有一天呢 然后那个 嗯 绷豆哥哥有个女朋友 有个女朋友呢 有一天就跟他女朋友说 就说 那个 嗯 媳妇啊 不是他俩还没结婚呢 就是谈恋爱呢 然后 然后他跟他媳妇说 媳妇啊 你不是说 你见过 一家三口的日子吗 就是一家三口的幸福生活吗 然后当时他 女朋友就可高兴了 你说 说这样的事 不就是求婚吗 是不是 然后他女朋友就可开心了 哎呀 太好了 绷豆哥哥 你终于向我求婚了 是不是我们要结婚了 然后绷豆哥哥说 不是不是 你误会了 是我还有个女朋友 绷豆哥哥是想三个人一起过 两个女朋友和他 然后绷豆哥 你不说了 我不说了 不要给我杀炸弹 好吧那 那我说个黑我自己的吧 说个黑我自己的啊 就是你们知道 我是一个女汉子 我不是一个 萌妹子 什么乱七八糟 三个人一起过 不要再提这个事了 要不绷豆哥哥又来嫁我了 这样听歌 我说完了再唱歌啊 其实我跟你说 我说的比唱的好听 然后呢 有一天呢 就是我是个女汉子嘛 然后我们小区 就是我们小区就有一阵 就是小贼 就是那些抢包的 我们知不知道 就有一些抢包客 他会葛道上 就是抢那个女的的宝 然后有一阵 我们小区就是抢包的 特别多 姑娘们 凶 然后抢包特别多呀 然后这些邻居都在一起议论呢 大家都要小心点 最近这个坏人太猖獗了 然后我爸我妈听见了 就害怕呀 回来赶紧要告诉我 当时我在干什么呢 我正扛着一个那个 饮水机那个大桶 你们知不知道 饮水机那个大桶可大可大了 能有多少斤 能不能有三十斤 我当时正扛着那个大桶 然后在那里 坏饮水机的水 我爸就是进来了 刚好想跟我说这件事 然后就逮着 惊逮着 然后想了想跟我说 大闺女啊 那个咱们小区最近 来了一伙小毛贼 没有事 你就去收拾收拾他们吧 我是 我是保护我们小区的那个 女英雄女汉子 谢谢Boy 我说的就那么没有意思吗 你们不能 你们不能假装笑一个呀 你们就假装配合一下 笑一下能怎么的 你们还把你说哭了呢 不得 谢谢谢谢Boy 哥哥 我太尴尬了 你们这些坏点 不是你一瓶而够 还够非 随便你能管 多少我也疼沛 今天来评个明白 都别怕累 天蓝童鞋也不会 我先干了这一杯 欢迎下小莫 好我给你们唱歌 我找个快歌给你们唱了 小莫也蛮闷的 1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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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1 2 1 这首歌 这首歌送回来的 还稍微笑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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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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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看他最赢杯 然后先来杯 啊 东方七大哥呀 你不要这么调皮了 我要疯啦 然后来一下啊 过火 过火我不会唱 欢迎大家下午这个时间来到我的直播间 欢迎你们 当我都还不等 随便